中国大陆黑心食品问题严重 最近网友们把过去大陆黑心食品一一罗列出来 讥讽央视晚间播出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网友说当人们每天担忧这种食物不能吃 那种食物有问题时 纪录片却告诉我们生活在一个美食国度 这是多么的讽刺啊 不过还有评论表示 中共党国早已把中国老百姓锻炼的百毒不侵了 更有网友制作视频痛批层出不穷的黑心问题食品 央视晚间播出的七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在大陆引发热潮 片中介绍中国饮食文化传统 围绕中国人对美食以及生活的追求 用一连串的故事将美食生态串联在一起 展示从古至今 数千年来食物带给中国人生活的仪式 伦理趣味等方面的文化特质 纪录片中的美食生产者 都是淳朴的老农 有做虾酱做了一辈子的虾酱奶奶 有深夜胡堂中的挖偶人 凌晨冰湖上的捕鱼老者 浩瀚大海上的渔夫 纪录片自播出起 收视率一路飙升 民众看着纪录片中诱人美食 和温暖故事中所展示的舌尖上的中国 开始反思现实生活中 无数食品安全丑闻 所展示的舌尖上的中国 有网民将舌尖上的中国 改成舌尖上的元素周期表 并表示 现在能吃到安全食品 已算万幸了 许多网民赞成这个论点 并把过去大陆黑心食品 全都罗列出来 更有网民制作恶搞视频 网友歪哥 痛批黑心最大的问题食品 层出不穷 歌超标在那 蛋黄小牌 低高腰桃脸 飞进饭点 红烧肉飘香 残着鸭片 垃圾和米茄 塞在一块 蔬菜保险 你喷点甲圈 手揉紧多吃 你容易换爱 老顺买皮鞋 轻如伙伴 领导听放心呀 你特工的菜 耳鼻的专家呀 少开小嘴片 有网民表示 令人纠结的是 当人们每天担忧 这种食物不能吃 那种食物有问题时 纪录片却告诉我们 生活在一个美食国度 这是多么的讽刺啊 也有网民 保安全食品的视频 贵尖墙翻出来 说这才是现实版舌尖上的中国 早餐喝什么 散路奶粉不错 午餐吃什么 赌米饭也不错 再来一点白菜 不怕滴滴味烹锅 吃了多少掉白快 我爱上这颜色 少了金的猪肉 黄身也必远了 晚餐吃什么 还有网民指责 央视播这部纪录片 很无耻 不遗余力地替和谐盛世 涂纸抹粉 如同一记精神鸦片 麻醉着饱受 有毒食品困扰的国人 网络作家金楚表示 央视本身就是中共 愚民洗脑的发声筒 党国早已把老百姓 锻炼得百毒不侵了 金楚指出 在中共这么一个 极不稳定的专制体制下 人们过了今天不讲明天 根本没有诚信可言 但对于制造贩卖黑系食品的 无良商人 中共却不敢进行惩罚 因为共产党 它整个的历史都是伪造的 共产党的媒体 一天不说假话 一天就混不下去 天天说假话 天天欺骗人民 它绝对不敢 对坑蒙拐骗 进行惩罚 它就是个坑蒙拐骗的 总源头 金楚指出 中华美食文化博大精深 有着让中国人自豪的历史 一道菜 一个汤 就是一种文化 锅碗瓢勺 透出的都是丰厚悠久的文明 但近代 却被中共糟蹋 民众不得不面对 有毒食品的困扰 给我们的领史 入独活